HELLO 大家好 喔 謝謝哥哥來一個開場HATCHIN 我們是黃順利 我是維 歡迎來到我順利開箱頻道 今天呢是我們的一加一蹦出新滋味特輯 最近網路上不是很多人瘋傳說 什麼東西加什麼竟然會有哈密瓜的味道 什麼東西加什麼竟然會蹦出生魚片的味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準備了五項蹦出新滋味的東西來試試看 各位觀眾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你吃過什麼加什麼會蹦出什麼樣的新滋味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也許下一集我們就把它拍出來喔 那我們就馬上開車吧 第一項是我們的小黃瓜加蘋果 聽說有一種哈味就是哈密瓜的味道 來吧 網路上面都是切片耶 就我們切塊 我們就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咬一口就好了 你咬一口了 你用咬了 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用咬的咧 XXX 各咬一口 先蘋果 小黃瓜 有耶 是啃那個哈密瓜邊的味道 會有一個香氣跑出來 比較不像中間的果肉的那種內心 如果比較喜歡那種邊邊角角那個汁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這樣搭起來 真的有哈密瓜的味道 偏清爽耶 未來可以變成一個開胃菜 就是直接一個小竹籤 然後上面是小黃瓜跟蘋果 各位觀眾你們可以去嘗試一下喔 第二項 蘿蔔糕加芥末等於章魚燒 蘿蔔糕它是好像類比章魚燒 外面那個濕濕軟軟的那個麵糊感 好 我能夠理解 但為什麼是芥末 芥末會帶出海鮮的那個章魚味嗎 還是裡面的那個薑的味道 這個不是整人吧 來喔 先這樣插一點點 好像什麼 那種日式料理會出現一小塊的那一種 聞起來也沒有啊 就蘿蔔糕的味道 有啊 為什麼有 會不會是我腦補啊 我覺得你們要試一下 不辣 不辣 不會很辣 可是為什麼啊 因為章魚燒本身應該是沒有這個 心嗆味的才對 可是他在嘴巴裡面mix的口感 先說 因為每一家的蘿蔔糕 大家吃過一定有超級不理多種 不同的蘿蔔糕 有的軟 有的硬 我今天買到的這個比較偏向是 稍軟一點 有一些那種就是 阿嬤純手工做的 有一些蘿蔔糕是比較軟爛的 我覺得那個可能會更像 今天這個的話就塊狀 但是蠻神奇的 欸 你要來試一下 看你關西處角 很些微對不對 好像整... 這樣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日本 就請我們的Judy來試試一下囉 欸 其實這樣子搭是蠻好吃的 自己來嗎 還是你要餵 我家裡餵 有嗎 你覺得沒有 那你覺得呢 沒有 OK 我再試一次以防萬一 我現在不要想 你試看看我配醬油 會不會更像 好啊 來喔 滴滴滴 OK 醬油 芥末 跟蘿蔔糕 變成 章魚燒呢 我覺得蘿蔔糕本身的香氣跟那個質地 你可能就會認為它像章魚燒了 但因為我吃過的章魚燒 都沒有那個新嗆味 所以我覺得光是三葵出現新嗆味這件事情 就不能跟我認知的章魚燒掛上邊 我自己是個人沒吃過新嗆味的章魚燒啦 也許大家吃到的章魚燒是有加到芥末 你們吃過加芥末的章魚燒嗎 我覺得呢 真的就是蘿蔔糕本體 你就可以去幻想 像是章魚燒的外皮了 然後本身是不會出現那個海鮮的章魚香氣 加上醬油之後 好像有多一點點 連醬油冰也是鹹甜鹹甜的 我覺得再加上柴魚片 可能真的可以騙一下自己 所以我覺得蘿蔔糕加三葵 不像章魚燒 但是好吃 下一箱 再來是我們的酪梨加醬油 竟然會等於鮭魚生魚片 這我就聽了蠻久的了 不過我自己還沒有試過 因為平常不太會特別去買酪梨回來 然後他們今天買了這個酪梨 它應該是超軟的酪梨 對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外面的酪梨布丁牛奶嗎 應該要是超級軟爛像醬一樣 然後今天這個是 是叉布啊 不是拿仿真食物給我吃吧 不是這個就 還不是可以吃的狀況啊 因為這要超級小心 家裡的動物貼心提醒 基本上大部分的動物都不太喜歡吃蘿蔔 所以請今天晚上就把這一盤消失在工作室 好嘞 沾醬油直接吃 甜一點 轉一轉 泡一泡 很硬啊 沒有 一定要吃軟的 我們今天這個樣品上面不正確 我覺得本身拿來沾醬油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去吃生魚片的時候 我個人是很喜歡吃軟味 那蠻多人就是或是長輩們都會講說 你一定要配蘿蔔絲 你一定要配三葵 因為醬成殺菌啊 或是配醬油 所以我覺得沾這個東西的話 醬油本身的比例就會 占很大一部分的味蕾 如果今天這個酪梨是熟的 它會比較軟爛 可能 在一定的程度上面 可以比你 鮭魚生魚片的那個軟軟的奶感 因為大家知道酪梨 它其實會帶出一點點奶味 也許是這樣子 可以去跟鮭魚生魚片做一個等號 所以 很抱歉 我們今天的實驗樣本不太正確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許留著下一次再來實驗一下 或是這個放熟一點 可以開來還能放熟嗎 不行了吧 會壞掉了 歡迎就是有吃過這樣子的人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什麼什麼 下體上 一樣跟我們的醬油有關 這一次旁邊換了這一碗 那如果我不告訴你們 你們曾猜出是什麼嗎 竟然是椰子肉 然後呢是我們家夥伴們 親手剖的椰子 好來吧 欸忘記跟大家說了 椰肉加醬油 聽說是水魚生魚片 馬上來試一下 好嘍 哪有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們的椰肉是不是也跟他們想的不太一樣 他們會不會是一大片 然後比較軟的 這個會不會是過軟 你看我基本上算你一樣 我覺得椰肉也會有質地上面的區別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有點太爛了 而且椰肉它因為它這個吸飽了 椰子水的水分 然後你一咬到那個椰肉的時候會蹦出椰汁 所以呢我覺得跟生魚片的質地差蠻多的 這我覺得蠻不像的 但也許如果是那種已經他幫你做好一大片的那種 也許很像 但我還是認為 大部分人都是因為醬油而去腦補那個味道 所以我自己個人的味覺當中 椰肉加上醬油等於鮪魚 魚生魚片是不成立的 今天實測的最後一項是我們的海苔加橘子 聽說等於鮭魚卵 但是我有看過網路上面也有影片有人說不像 因為橘子會有酸嘛 來我們出來一下吧 其實這樣看起來蠻好吃的 一口塞 吃吃吃吃吃吃吃 我媽也吃這樣 不難吃但是沒必要這樣吃 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一個鮮甜甜的感覺 因為兩個買的都是好吃的東西嘛 但是我們應該也都很少有這個機會是一大口的鮭魚卵 然後不配任何東西直接使用 我覺得我比較少有這樣子的經驗 我覺得他可能甚至還要再加一點醬油 因為鮭魚卵熟成的時候會經過醬油的醃製 聽說果肉是想要模擬鮭魚卵在嘴巴爆開的感覺 但是因為現在的橘子基本上改良啊什麼的 他非常的富有之選 而且呢酸甜酸甜的感覺 跟鮭魚卵本身帶給你的一種 鮭魚卵特殊的香氣 我覺得他們完全沒有那個香氣 不然我們這樣子好了 兩片海苔配一片橘子 這兩個搭在一起吃是不違和的 但是很少人會特別要這樣子吃吧 兩個搭在一起吃的意義不大 還不宜那個芥末蘿蔔糕 還更不值得這樣吃 所以在我的味蕾量中 橘子加海苔等於鮭魚卵是 不成立的 好了那今天呢吃完了 五項一加一鳳酥新滋味的這個吃法 我覺得唯一讓我比較心動的 應該只有小黃瓜加上蘋果等於哈密瓜 但一樣他對於我原來不是哈密瓜的肉 而是哈密瓜那個邊邊那個清脆的位置 所以其他幾項我自己覺得 要嘛是我們的樣品不對 要嘛呢就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偏差 不然就是真的根本就不像 並每個人的味覺喜好不一樣 每個人味覺體感到的東西也會不一樣 期待一下也許大家有留言更多的新吃法的話 我就可以再來拍一集 那麼黃師兄的開放頻道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頻道做我們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 掰掰 OK 我現在打嗝出來是哈密瓜的味道 好讚喔